OK今天給各位聊到這個東西 這個是來自永諾 然後之前也開過箱的就是 給Sony轉接EF卡口鏡頭的一個轉接環 然後就有人在影片的留言中 就問了就是他究竟能不能夠自動對焦 那麼經過我的尺寸他是在 拍照的時候可以自動對焦 而且連續的對焦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對焦速度也蠻快的 對焦範圍在網路上有人說 對焦範圍是有一定的限制 但是在我測試當中對焦範圍 影響不是很大 對焦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但是在影片中就完全沒辦法對焦了 他會瘋狂的拉空箱 表示鏡頭有些作用 但是對焦的話就要轉焦就比較困難了 所以我一直以來使用Sony轉接 片人鏡頭的時候都是用手動對焦的 也就練就我現在手動對焦能力 還算OK吧 還有一個攝影的問題就是 我的機器究竟能不能拍 像我現在說是用的 相機算是一個比較誇張的 可以給你們看 我現在用的是這個 攝影機在拍 雖然比較大 然後你去很多觀光景點 很多 漂亮的地方 有的時候你可以拿著手機拍 有的時候你可以拿著 小的相機 有時候全花幅圍單 現在都做得很小 大部分都可以讓你拍 但有的時候如果你拿著一個 比較專業的機器 比如說我面前這一台 相機去拍的話 很有可能他就不讓你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 手機可以拍得到的 為什麼攝影機不能進去拍 相機為什麼不能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 有的時候 就像我去高雄博二的時候 然後我拿著 V-10 E2 去進去拍 那他說 不讓拍 必須要先去登記 因為如果我拿著手機的話 又可以 那如果我拿的是全花幅圍單 就是比如說RP 那又可以 就是我覺得這兩者 沒有很大的區別 沒有很大的區別 就是我攝影機能拍到 手機能拍到 攝影機也能拍到 就是 攝影機能拍到的 相機能拍到的 手機當然也能拍到 其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 一個奇怪的規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 還有一個是你必須要注意的 法律上的問題就是 到底能不能拍 人 大家必須要把 就是這個法律的動作 你才 你在進行拍攝的時候 才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有的事情老實會告訴你說 你可以拍攝影機可能不能夠隨意的散步 就是 他人的肖像 但是事實上 在法律上面是 你未經別人同意 你就完全不能夠 用畫的也不行 用畫的也不行 用拍的也不行 就是你連拍都不能夠拍 那麼這又有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別人沒有經過你同意 沒有說鎖定的話 他是沒辦法 隨意的去 去查看你所拍的東西 沒辦法去 去看你究竟拍了什麼 究竟你能拍到它 所以 其實 從這樣子 一來一往上 理論上 你就可以 偷偷地拍 拍攝 也一樣是小牆 但是 你就 不能夠發 所以才會 造成 這樣子 一個 大家都 好像不太明白 究竟 好像是可以拍 但不能發 還是說 連拍都不能拍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外面問題太多了 回去再聊 OK那麼我們回到這邊 然後我們繼續聊 就是在關於這個 肖像權的部分呢 還有一個 但書就是 工作人物 工作人物其實 是 理論上是不具有這個 肖像權的 就是 你拍了 工作人物 然後上傳到你的社群 然後去炫耀一番 事實上 法官會認定 就是 這是沒有侵犯到 肖像權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 拍攝這個 工作人物 像我上次去中華職棒 的這個比賽中 然後去拍這個球員 然後 上傳到 Instagram 我認為應該是沒有侵犯到 就是 球員的 這個 肖像權 對我來說 他就是我的偶像 他就是一個工作人物 所以我覺得 中華職棒立定的一個 焦段不能超過300毫米 以上的鏡頭 去拍攝 然後 為了保護選手的肖像權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不合理的 然後 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畢竟你手機 你可以說他幾倍放大 但是並沒有超過300毫米 依舊可以拍到選手的這個肖像 所以 所以我上次在中華職棒那個是 完全沒有 就是 形式上的 法律問題 就只有聯盟規定 我 只會在那時候 如果工作人員沒有阻止我的話 我是不構成任何的 這個保律的問題 最後就是關於攝影師的部分 就是很多攝影師會去接拍 很多攝影師會去詢問被拍的人 你是不是可以給我 拍一下 也許 坐在螢幕前的你是不敢去詢問 對方 能不能給我拍一下 那你 不想去 問他 不想要 靠近他 沒關係 而且你也可以 進行拍攝 切記一點就是 千萬不要偷偷的拍 如果你想要 拍攝這個畫面的話 你就直接湊進去拍 所以說那個 街拍大師 推薦的鏡頭都是35毫米 可以靠得比較近 然後也可以拍到 比較多的 元素在裡面 你一定要去 湊進的去拍 然後如果對方是 閃避的鏡頭 不想要讓你拍的話 那你就不要拍 你就跳過 那有些人 一定會給你一些驚喜就是 快點來拍我 然後 勇於表現自己的這一種 你一定會遇到 就是攝影師本身就是去發掘生活中 一些美好的事情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你在街拍中 然後去拍攝一些 比如說 大家開開心心的感覺 在咖啡廳 喝著咖啡 放鬆的那種感覺 然後去把它拍攝下來 我想 大部分的人 都不會太 介意 你去拍攝 甚至你把它 公開出來 都沒關係 就是比如說一個長得沒有那麼好看的人 然後你把它拍得相當的好看 有誰會不願意被你拍呢 相反的就是如果你把別人的拍醜了 那我就是拍了一些醜照啊 你的表情不對啊 眼神不對啊 那你就直接把那樣照片刪了 那也就可以了 那麼如果真的是有些人 他就是 不希望自己的肖像被公開出來 不想要被大家認出來 因為長得實在太美了 大家都 會一直在詢問 是不是能夠加他好友啊 是不是能夠認識 會造成人家的困擾 那我相信 他也不會直接進行 法律的途徑直接去告你 這個肖像權的部分 一定是會先去私訊你啊 一定會先說能不能把那個照片下架 頂多就這樣 因為 人都是怕麻煩的嘛 如果你要進入的 訴訟階段的話 那 一打官司就會打個 兩三年 很久很久 就非常的麻煩 還要支付法院一筆 就是訴訟費 還不是免費的 你必須要花錢 才能夠告你 就大家都是怕麻煩的人 所以 一般來說也不會直接去告你 應該就會直接去私訊你說 能不能把我這個照片下架 能不能把我這個影片下架 就是 希望我不要再出現在 鏡頭面前 大概就是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在 接拍 嘗試接拍的時候 你可以去拍一些你想拍的 你可以 大大方方的 基本上 是沒有任何法律問題 也不需要太害怕 你就直接勇敢的 拿起你的相機 就湊到別人面前 但是當然也不要湊得這麼近 就直接 一個適當的距離 然後 不要造成別人不舒服 一般來說 都不會有人 去感到反感 如果 真的是 在閃鏡頭看到你 在拍 在閃鏡頭 那就 不要拍了 那麼今天呢 就是廉價的最後一天 然後就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有關於一些 就是 網友留言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這個轉接環 究竟 能不能用對焦 我相信 我是沒有用過這個 SIGMA的 MC11 那個轉接環 所以我不知道 我就用過永諾的 二代 它可以調整這個 對焦模式 那我 兩種對焦模式 在拍照模式下 都可以順利的對焦 但在影片中 就完全不行 所以我現在也是必須要用手動對焦來進行影片的 拍攝 但是如果 不拍Vlog的話 就會用這個 原廠的鏡頭 非常小巧 就帶在身上 這樣子拍 不會有任何的負擔 我出去玩一般都帶這個 如果 不是要拍 節目的話 通常不會帶大的攝影機 還有就是 可能一般 比較多人會在問的 街拍的問題 像我之前也有去 漁港 然後就直接 拍了 然後也有 發出來 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 很有感覺的照片 我都會分享 那從來也都沒有遇到過任何的問題 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有覺得我說的不對的話 也歡迎就在底下 直接留言告訴我 那我也會 再 回覆 或者是 再找更多的資料 來 佐證我說的 究竟 是不是這樣子 那麼 我們下期的Vlog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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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